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北京时间2月11日,据知名体育博主吴迪Basketball在个人微博上爆料, 中国南篮本月征战式预赛的大名单已经出炉, 其中刚刚回国的周琪,领选本次阵容, 而易建联、郭爱伦、周鹏等多位成名的球星, 都没有出现在本次大名单中。 这位博主在个人微博上写道, 未备战2019年南篮世界杯预选赛, 第六窗口期比赛,中国篮协于201。 9年2月16日,至2月25日,组织国家南篮集训。 运动员名单为迪小川、方硕、北京、 吴钱、浙江、刘志轩、辽宁、赵瑞、 任郡飞广东、阿布都沙拉木、新疆、 胡金修、孙明辉、广煞、于德豪、 沈子杰、深圳、陈林坚、福建、富豪、郭浩文八一。 周琪这份大名单中,最受关注的球员自然是周琪, 由于本赛季开始前没有进行预注册, 周琪无法征战CBA, 再被NBA裁掉后,如何帮助他保持竞技状态, 也成了一道难题。 而李南第一时间就表态,会征召周琪出战事预赛, 显然也是希望通过比赛,来帮助大魔王保持状态。 而除了周琪之外, 这份名单中剩余的球员,都不敢说, 自己一定能进入最终的南篮12人大名单, 因此,李南部征召易建连、郭艾伦等人, 可能也是想要给这些边缘球员们最后一次考察的机会, 把这次试预赛的表现,作为未来选择一。 两人大名单时的依据之一。 当然,在这份大名单中,还有个意外惊喜, 那就是81对00年出生的小兵郭浩文。 这位小将是此前国庆队的外向核心, 也被很多球迷寄予厚望。 虽然如今,郭浩文想进入最终的12人大名单可能性不大, 但通过这种无成绩压力的试预赛锻炼, 却有可能加快他的成长速度。